哈喽大家好,我是妙招姐 西瓜绝对是最能代表夏天的水果了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挑选西瓜 那么今天妙招姐就给大家带来几个挑选西瓜的小技巧 让你选的西瓜又红又甜又好吃 第一点,看纹路 其实真正懂西瓜的人 只要看一眼西瓜的纹路就能知道 这个西瓜有没有成熟 成熟的西瓜,纹路颜色都是比较深的 而且纹路之间的间距比较宽 而不成熟的西瓜,它的纹路间距就比较窄 最重要的是,成熟的西瓜 它的纹路摸上去是有一点点凹陷感的 而不成熟的西瓜,它的纹路摸上去是没有凹陷感 是很平整的 第二点,看瓜旗和瓜地 大家看一下 成熟的西瓜,它的瓜旗是有凹陷的 而不成熟的西瓜,它的瓜旗是没有凹陷的 同样,成熟的西瓜,它的瓜地周围也是有微微凹陷的 而不成熟的西瓜,它的周围是没有凹陷的 第三点,看瓜藤 一般留在瓜头上的瓜藤是绿色的 这说明是刚采摘比较新鲜的瓜 如果瓜藤变黄枯萎的,甚至瓜藤已枯干 这种一般就是所谓的死藤瓜或者早采瓜 这种瓜就不适合购买了 第四点,听声音 成熟的西瓜,我们用手指弹一弹 声音是沉闷的蓬蓬声 并且,越熟的西瓜,声音就越沉闷 而不成熟的西瓜,弹起来的声音是清脆的当当声 另外,我们一只手托起西瓜 再用另外一只手轻轻地拍 要是托着的手有明显的震动感 就说明这个西瓜比较成熟,皮也比较薄 而如果拍起来没有什么震动感 就说明这个西瓜不够成熟或者是皮比较厚 那,通过以上四点的对比 妙招姐现在可以断定 这个是成熟的好瓜 而这个西瓜就不太成熟 那到底对不对 我们现在来切开看看就知道了 怎么样,这个西瓜很红吧 非常的成熟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大家对比一下 很明显,这个就不够成熟 瓜嚷几乎还是偏白色的 怎么样,今天这个三看一窍的挑西瓜小窍门很不错吧 学会了保证以后买的西瓜各个又红又甜又好吃 那,之前妙招姐还和大家分享过挑选榴莲的小技巧和挑选香瓜的小技巧 大家关注妙招姐就能看到哦 除此之外,大家关注妙招姐还可以看到400多个使用有趣,省钱省店,便费为宝和各种手机技巧的小妙招 要是你觉得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就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